你好,歡迎收看8月22號大台東地方新聞,我是盧宇慧 21號的晚間,台灣之光,郭姓淳在世大運的舉重項目拿下金牌還打破了世界紀錄 現場黃金庭特別在仙府大禮堂用著大螢幕來看直播 順便邀請舉重隊的學弟、學妹們一起來為郭姓淳交打氣 而加油社的氣勢也high翻了整個直播室 郭姓淳,金牌!郭姓淳,金牌! 現場黃建廷拿著加油棒大聲的來為參加世大運女子舉重項目的台東之光郭姓淳加油 縣府特別號召台東鄉親來到縣府大禮堂,來為郭姓淳加油打氣 郭姓淳除了拿下金牌之外,還打破了個人在世大運的紀錄以及世界紀錄 直播室的加油民眾整個high翻 現場的民眾幾乎都是郭姓淳的學弟學妹 看到她這樣的表現都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是她朋友超級的粉絲 之前她膝蓋大腿仍然有拉傷 然後那時候她人生的蠻低潮 然後之後就又重新站起來 其實她心理的素質其實轉變又很大 然後一直在跟自己 其實她最大的敵人是自己一直在跟自己的心在拔合 對,那我覺得看到她我就覺得她很棒 因為她非常懂得回饋的心 黃建廷看到倖存這樣的表現給予高度的肯定 特別說到她在去年奧運的時候給自己的壓力實在太大 我們都知道倖存本來就有這樣的實力 那擔心的就是臨場的表現 尤其她一直以來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我覺得去年在奧運她會輸給泰國的選手 其實是自己的壓力給自己太多壓力 所以只要她臨場表現好 她就可以有好的成績 那今天果然不負眾望 可以把這面金牌留在台灣 那而且可以開心的復仇 我們真的太為她高興了 其實倖存這個孩子很棒 她在100年就是總統教育獎的得主 她這幾年沒有因為自己成功了 那就是失去了她台東人那份純真 我很感動她每一次回到台東 回到她的母校體中的時候 她是那麼樣的關心鼓勵 這些她的學弟學妹 她對家鄉的那個感情非常非常的濃郁 而且她一直是那麼純真純樸 我們真的非常愛她 郭慶泉這一局不僅打破了世界紀錄 更是成為學弟妹的典範 還成為了台東人的驕傲 記者 蔡丞翰 台東市報導